欢迎继续收看上关心台风的粉临新闻 日月向阳明国秀登记提供美学教育 让新养那附过方府的生活体验来发现其中的水 看到台北市经理国中来偏向进行博物云队旗舰 好方近安排农村体验外档 由进会有110年经验的両肥间 开放它所定的天堂鸟灰河 一方明困向进会的经验和地下 也让学生清新体验万会出味 国中的学生看到小朋友的手驾出好方 来到社区一位进天堂鸟的灰河 了解这种灰河要如何在情 以及万会的技术 这由伦北乡用明国秀特别安排的农村库庄 让第一次体验的人都感觉非常出味 有点像是在拔河要很用力的拔 要赢过对方的那种感觉 就是要很用力的拔 一步已经拔得起来 这个已经拔下来的话就是呢 你回家放在水里面 至少可以存活两个礼拜 然后会开到四到五朵天堂鸟 然后会很漂亮 很好玩 只是需要花很大的力气去把这个天堂鸟拔起来 第一次体验的 对 跟大姐姐她们一起这样体验有没有觉得很快乐 有 我觉得她很难拔就是真的没有老是拔起来感觉很快 但是我拔的时候真的很难 我们三个人拔了一只 然后很勉强的才把她拔了出来 这会有20年经养的鸟肥间 本乡国会经养和帝室 这次开放它所有的天堂鸟拔起来 就是希望让在地的小孩了解 天堂的生涯 也要让到家来的小孩 清新体验满回的过程 整这个像在过早的小孩 如果漂亮就要拔 如果没有人要拔 最好是有机肥比较好 有机肥它发展会比较漂亮 让他们了解小孩的痛苦 是不是 希望他们好好讨厌 是不是 可以来配合 对 回去提供美学教育的佣民国秀 又在加上岛里 让母鸟堆很多年的经历录中 向后在河上交流这间 让朋友和渡市不同的资源 整一步来发挥效果 也让小孩有了特别的会儿 欣赏我们在地的这样一个社区产业 那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廖大哥 这一次能够担任我们社区 课程的顾问 那未来我们还会有更多的合作 天堂的农场 其实在台北是完全看不到的 所以对学生是最大的收获 这一部分 真的很感谢洋民国小提供的这些资源 我们会带很多的游戏互动 还有跟影片 然后因为我们对付很多 会一个一个下去的协助他们 让他们是真正能够理解 我不是像我们有时候上课是 不懂的是讲什么 也不敢去的部分这样 由民国秀也表示 未来的几个金家座相关的库定 让小孩来体验在地的産业 也期待能够二年 援述这种资源 对华东 让小孩能够在快乐的小孩 或是去婚当中 行动大一 期 viable 记得到 感谢观看